在反复传言多次否认之后,王力宏突然发文承认离婚,表示已经提出申请,但跟前妻永远会是一家人,也感谢了大家关心。 现在市面上也出现了有关二人离婚的诸多猜测,有说婆媳关系的,有说财产纠纷的,当然都没有证实。 按照王力宏自己的说法,是因为二人对未来的生活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,所以决定分开生活。 其实从二人的现状看,王力宏应该没有说谎,很明显,王力宏近期有了重新发展事业的想法,已经带着团队回内地了。 刚刚在上海结束隔离,还跑去捡了一个新发型,被人偶遇,从大S和汪小菲的婚姻经历看,以现在的环境,夫妻两地分居工作实在艰难,很难维持感情。 而王力宏的前妻李亮雷,早就为了带孩子,回归家庭,二人生了三个宝宝,最小的只有三岁,身边根本离不开人。 早就有媒体发现,王力宏已经在李亮雷的社交账号中消失了两年之久。 王力宏的账号内容基本都是分享个人生活,李亮雷的账号内容却都是带娃,带娃和带娃,双方追求不一致,确实很容易产生矛盾。 特别是近期,李亮雷的账号内容隐约可以看出几分心酸怨言。 一周前,王力宏正离家工作在外隔离,李亮雷晒照感慨,姐姐们早上知道我没怎么睡,帮我带班的概念,依附父母离婚后,孩子心疼妈妈,辛苦持家的画面扑面而来。 六周前,李亮雷所晒照片更是明显,女儿万圣节作画,画面上只有妈妈没有爸爸,两个女性人物在对话,开心谈论要举办派对。 上面还用英文写着,我爱你妈妈。 在李亮雷特别为孩子创建的记录专辑内,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三胎出生,也就是三年多,都是她独自带孩子的记录。 可以说完全看不到王力宏这个爸爸的身影。 台门10月份,倒是拍到王力宏和李亮雷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出游。 可这一次全家游玩,却并没有被李亮雷记录发布,结婚多年的夫妻离婚后,最受关注的除了财产分割,就是孩子抚养权问题了。 相关律师解答并没有特别详细,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,同样在美国生儿育女的某爽某红这对院偶,不难发现,他们对陪伴孩子有这极高的要求。 在这一点上,李亮雷肯定是强于王力宏的。 不过目前,王力宏对外也是流露出二人和平分手的意思,强调仍然是一家人,父母离婚,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,希望王力宏和李亮雷能处理好亲子关系吧。 王力宏终于宣布离婚了。 据最新消息,王力宏在微博上发文,承认已和妻子李亮雷申请离婚。 她表示,在这些年的婚姻当中,我做的不足的地方太多了,也感到很遗憾。 现在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,所以决定分开生活,虽然已提出申请,但是我们永远会是一家人。 从王力宏的话来看,夫妻俩正在申请离婚,虽然还没落实,但言语中基本没有挽回的可能了。 而这时,我们在看王力宏回应之前,台媒斩钉截铁的报道,台媒直指王力宏已经办妥离婚手续,并爆料李亮雷与王妈妈之间婆媳关系一直不好。 真假我们目前无从考究,但可以肯定的是,昔日被夸郎才女貌,无论是家事还是个人,都无法登对的两人,总归是走向陌路了。 而且,懵懂的人可能还在惊讶两人离婚的消息,但信息的人一定会发现,小编在提到两人离婚时,用的是忠于字眼,的确,其实最早在今年6月,就有相关猜测涌现出来了。 便与台媒提到的部分爆料类似,王力宏与李亮雷已经两年多没有公开互动了,包括夫妻各自的社交平台上的合影也停留在了2019年。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年10月份,两人还被拍到带三个孩子出门兜风的画面,只是当时夫妻俩之间没有太多沟通,明显是为了孩子才勉强结伴的。 至于王力宏真的如台媒所爆料那般,是因为婆媳关系相处不好才走向离婚。 其实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王力宏的多段绯闻情势,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。 王力宏是美籍华人,从小就在纽约这座大都市长大生活,由于家庭背景显赫。 王力宏也跟大多数华人一样,接受当地的文化灌输,并且得志提美等多方面同时段发展,而且受到国外的生活方式影响。 造恋这种事情也很普遍,加上王力宏从小学习乐器、钢琴、小提琴等样样俱佳。 13岁那年,王力宏在排演舞台剧《Bye Bye Birdie》时情斗初开,迷恋上了女主角,随后她通过自写情歌的方式将对方追到了手。 不过,初恋那会儿毕竟还年龄小,更多的只是一种懵懂的好感。 在高中毕业前,王力宏排演舞台剧《Case Me Kate》。 这次,她在舞台上将初吻献给对方,随后和平分手。 王力宏的第二段恋情发生在大学期间,女方是中美浑雪儿比她高一届,变形的ABC。 紧接着,在身边同学的启哄下,王力宏主动追求,两人从大一谈到大学毕业。 之后,王力宏到台湾发展,又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异地恋。 对于女方的名字,王力宏从未透露过,仅仅只是以白小姐来称呼。 王力宏也曾说过,白小姐对她的影响很大,两人在异地恋期间也大多通过音乐来沟通,传达对对方的思念。 可惜最终还是相距太远而分手。 自从1999年王力宏与张慧妹合作之后,两人的绯闻就已经不经而走了。 一时,张慧妹不仅主动邀请王力宏为自己的歌曲,爱永远不会消失作曲,之后还以嘉宾的身份高调现身王力宏的演唱会。 之后,两人在多次合作过后,张慧妹也主动表态,对王力宏好感倍增。 但即使张慧妹已经如此主动了,王力宏最后还是表态,双方只是好朋友,让外界大跌眼镜。 2005年之后,挥别张慧妹的王力宏,重新将重心放在音乐上。 这一年,他发行盖世英雄,其中包括了《Kiss Goodbye》、《大成小爱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在眉边》等众多热门歌曲。 而这一次与王力宏擦出火花的是与他同龄的女性舒奇。 据悉,王力宏主要邀请舒奇担任单曲第一个清晨MV的女主角。 两人在MV中各种亲密接触,疑似假戏真作。 但可惜的是,这段恋情传了一两年,舒奇一直不松口承认。 两人的故事自然也就无解而终了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。 其实在与舒奇传绯闻的那段时间里,王力宏也与鲜肉收割机肖亚轩又过一段故事。 与肖亚轩的故事因为没有后续,加上两人从始至终,也只是在舞台上各种亲密,自然也就不了了之。 但在2007年拍完色界后,王力宏对汤维的感情却犹如泛滥的浆水而一发不可收拾。 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王力宏也主动求爱汤维,自称戏里戏外都对汤维有爱情的感觉。 恰巧,就在那会儿,王力宏突然陷入了男男亲密合影照片的争议中。 在忙着解释自己的取向后,与汤维之间也就这样错过了。 2012年仍然陷入统性绯闻纠缠的王力宏,突然被拍到与面膜林小云同框的画面,看起来两人都是单身,也适合谈恋爱。 但很快,林小云就出面表态,王力宏确实送她回家,之所以留宿,也是因为太晚了,不方便回家。 之后,林小云还不忘加上一句,两人并不睡在同一间房。 至于之后的事情,大家也应该知道了,一年后,王力宏在微博放出与李亮雷在美国并肩靠头合照,同时宣布两人已经登记完婚。 至此,王力宏这才从众多绯闻中脱身而出,包括她与某个钢琴家之间的故事也才戛然而止。 故此,从头到尾,我们完全可以判断,王力宏对待感情是比较谨慎的,至少不能把她归为花心那类的人,这样一来一切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。 而王妈妈从当年破坏掉王力宏两段恋情,到如今被曝与李亮雷关系不合,无论怎么看,王力宏都有点过于妈宝了吧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